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明天考核你去吗 队里的人好像都不怎么欢迎我 但范爸肯定期待 那你希望我回去吗 我对你的成绩是你的 那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我可能会考得很好 好啊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 明天见 明天见 好 喂 雨霄 小燕 是这样的 我今天回医院 才听说范叔叔病了 你放心 我已经给他安排了特护病房 这两天 你就安心照顾范叔叔 但我明天 要去救援队做最后的考核 我知道你跟范叔叔感情很好 在这个时候你离开他 恐怕也没心思干别的吧 要不这样吧 明天救援队那边 我替你劝 好 那就麻烦你了 没事 小事 来 早点休息 拜 来 喜怒哀乐 眉上门口隔不通 脚步匆匆 生活追赶着生活 当你经过 当你经过 时间放慢了好多 想念深深掠掠过 秋水马龙 明天 狗狗好可爱啊 是黎英雅的 她叫豆包 名字也可爱 明天我要去看看她 明天就要考核嘛 祝你哥哥好成绩吧 想望向我的眼眸 我永远想爱一生 看什么呢 笑得这么诡异 工作邮件 你呢 你在那干吗呢 都几点了 还追剧 睡觉去 快 去 快去 快去 准备的怎么样 你们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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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了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吧 适应了 好 罗律师不会不适应 就是不知道大家 能否适应罗律师啊 蔡医生这是话里有话呀 青山队长 说实话我今天做罗律师的考核官 我这心里还有点发怵呢 我可听队员说 昨天你跟教练起了冲突 还差点离队 罗律师 今天可不能像昨天那样 受不了批评就摔手走人哪 蔡医生你放心 只要蔡医生公平公正 是我的问题啊 我一定虚心接受批评 这就对了 我再提醒你一句 作为一名合格的救援队员 心理承受能力也是只管重要的 祝你考核通过 我一定不辜负蔡医生的期望 好了 好 准备考核吧 好的 今天熊飞教官不在 用我来代替主持今天的考核 希望大家都能够打起精神 拿出最好的状态 考出最好的成绩 能不能做到 能 好 任务描述 否定发生七点五级地震 救援队赶赴现场 第一时间展开生命搜索 要求队员 在没有任何装备的情况下 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生还者 是 是 是 人吗 有人吗 还有人吗 还有人吗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有人吗 有人吗 请问有人吗 是嗎 有人嗎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 有魚鎮 有魚鎮 還真的有人 快來看網 快 地震搜索謀塊 第一組學員得分 龍分 九分 周明明 六分 丁爹丁 楚衛生 劉震 零分 九隊長點評 看一下 點評之前 我先問一下羅本 接到任務之後 你為什麼沒有第一時間進入現場 因為地震之後 通常都會有餘震 必須要先確定廢墟的結構是否穩定 這樣才不會將自己處於危險的靜定 周明明 明知有餘震 你還是實施了救援 為什麼 報告 隊長想聽真話還是假話 你說呢 真話就是 既然來了 我就不想當鬧種 你這個理由 你這個理由 讓我覺得很意外啊 既然明明知道有餘震發生 按理說就不應該冒險進入 但你確實是趕在探訪之前 解救了遇險群眾 所以 算你及格 還不是走狗屎雲 有本事你也走一個 叮叮叮 初衛生還有劉震 你們幾個 也說一說自己今天的表現 報告隊長 我們是嚴格按照教官教授的操作規程 執行任務的 所以我有疑問 為什麼我們發現並救出了目標 反而得了零分 我想大家心裏面 都有這樣的疑問吧 同志們 我們今天這個環節 就是通過現場考核 向大家強調一個最核心的內容 自我保護 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關鍵 大家一定要牢記在心 作為一個救援隊員 我們必須保護好自己 才能夠去幫助別人解救別人 所以 到達任務區域的首要任務不是救人 而是及時地觀察和判斷 你所處的環境是否安全 叮叮叮和你的隊友 你們掌握了搜索技能 操作流程也很規範 但是忽略了自身安全 這樣不僅救不了人 而且還會把自己 置之於險境 所以你們不能得分 大家明白這個道理了吧 明白 報告隊長 我還有個請求 你的問題可真不少 教我 自我保護 教官沒有講過 那這節課竟然是以考代訓 我們這一組相當於身先士族 犧牲了自己成全了別人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所以能不能重新考一次 聽聽您剛才說的 我想每個人心裡 都會有自己的答案 我的答案是 生命只有一次 收到 大鵬 繼續 我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任务描述 前方高速公路发生严重车祸 造成15名人员受伤 其中4人伤势严重 救援队接到指令赶到现场 要求队员对伤员进行急救处理 为送医救治赢得时间 两个人一组 第一组 罗本 陈兴 第二组 丁丁丁 周明明 第三组 楚卫生 刘震 第四组 赵明华 王东强 第五组 刘光辉 李明 执行任务 是 在这儿 这个 我知道了 你怎么样 哪里受伤 左腿小腿又胀又疼 不能动了 固定 包刷 这就是奖人 没法寻人生气 怎么办呢 救援手册是死的 现场是活的 要多靠自己的经验来判断 伤者伤在头部 表面上看是头皮裂伤 严重的话 可能还会犯有颅脑损伤 我们尽可能地考虑周全 按最重的伤势来处理伤者 好 快点 本次追光救援队 模拟公路车祸救援考核的考核成绩是 只有一组不达标 不达标的是第一组 罗本和成心 请问哪个环节不达标 你们这组救援的是重伤员 在救治之前 一定要询问伤员的情况 以确定 他的意识是否清醒 我没听错吧 那个就是一个假人 我问他他会回答吗 就是啊 当然会 只要你询问 他就会回答 在每一个重伤员的旁边 都有一个语音对讲装置 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会通过这个装置 传送到我的耳机里 我听到了每一组队员 都询问过了 很可惜 我没有听到你们的询问 蔡医生 现场就只有一个假人 没有什么装置 我现在都不教你 跟他走後 有什么装置 我现在就不想绢 那些人 都不可能 都有 爹 在你身材 台湾 是 救援手册是死的 现场是活的 完全要看个人的经验和判断 这 这不是罗伯给我说的话吗 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听得一清二楚 很遗憾 我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你们的询问 这项考核 我只能跟你不同过 方医生 你是在针对我吗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严格按照考核标准打分 考核之前我也提醒过你 合格的救援队员 心理素质很重要 不好意思 我早就拿到了紧急医疗救护员证 我的能力 不需要用你的打分来证明 下面 被本次培训合格任员发放证书 周明明 到 傅卫生 到 刘震 到 王东强 到 刘光辉 到 田永恩 到 上少忠 到 没有拿到结业证的 也不要气馁 我们做公益救援 也不全时都要到第一线 后勤方面的工作也很重要 也需要各位全力支持 我会话话 还会写故事 你们还缺人吗 当然缺了 你就来帮我们做宣传吧 那我就是算宣传部吧 那罗律师可以当我们的法律顾问 我宣布 这一期新队员训练计划 到此结束 解散 秦山叔叔 我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我没有想到 今天是你来出任这个考官 你这身衣服 我曾经就担任过 国际救援队医疗救护的考官 难怪 小颜既然让你来替他 那对你的专业能力 是绝对放心的 毕竟像罗本这样的新人 还是少数嘛 今天 在初期节奏把他淘汰了 我觉得也能使他成长 你也不希望您队里有一个 刚愎自用的队员吧 秦山叔叔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辛苦你了 谢谢 再见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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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威 兄弟 新队员的后续训练计划要抓紧 要针对每个队员不同的情况 制定相应的训练项目 这样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达到最好的效果 来 我接个电话 小妍 什么 你生病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甭问 肯定是小妍告诉你的 他要不说你就一直蛮鲜血 多长时间了 也就一年多一点 这一年多你出了多少任务 还去了缝隙 你对自己不负责任吗 别戴个帽子 什么叫不负责任 我自己的病我自己心里清楚 小便 什么小病不小病的 你现在既然是病号就老老实实给我养着 其他什么都别干什么都别想 我 我也不跟你争 我不是就正在养着呢吗 我就安安心心的在这养几天 过几天我再归队 好吧 谁同意你归队了 什么意思呀 队里一大堆的事等着我呢 你那堆事大鹏接手了 要对谁了 大鹏 对啊 就他那臭脾气你不知道吗 你跟他抓训练 用料几天跟大家伙打起来了 保养装备 丢三落四能行吗 这事没商量 老小子 你是不是觉得我没用了 你就是想一脚把我给踹开 是不是 蒋中 能怎么着啊 老哥 大哥 亲哥 算算我求求求求你了 你哪怕让我管个仓库也行啊 你知道啊 除了救援队我没别的事干 我就 去求求你 求求你 那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说 不许参加训练 不许参加救援 你能做到吗 我保障做到 要是让我发现你违反约定 我就是豆包 你本来就是个豆包 conservré 我 老公 虽 是 是 是 你 谢谢观看